泰勒约旦在客厅幽暗的一角演奏着他的新作品 他的一位数学家朋友创作的视觉影像 随着音乐在天花板上流动 这是这位业余音乐家第一次读作会 刚开始演奏时我非常紧张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可以让更多人了解我的音乐 是很好的曝光机会 小沙龙是一个非常好的曝光机会 小沙龙组织一系列聚会 活跃了首都的艺术氛围 每月一次的家庭聚会包罗各种艺术形式 有音乐 艺术 诗歌 表演艺术和讲故事 或者任何艺术创作 克里斯麦耶的正式职业 是一家广告公司的创意主管 他在一年半前创办了小沙龙 我想找到一种场合 让大家谈论不同的艺术 并且用一种方式让每个人都能亲身体验 麦耶说这样做目的是凸显当地人才 唯一的标准是品质 我们要找的是那些在各自领域中 才艺最佳的人才 总的来说我们要庆贺城里才华洋溢的人 表演进行十分钟后 主演艺术家让现场观众有机会提问 观众的年纪大多在25到40岁之间 我很喜欢这是一个接触各种艺术家的好机会 这在华府很难得 麦耶说小沙龙的第一次活动来了60个观众 后来人数不断上升 现在增加到100个 而且并不缺乏愿意向很多陌生人敞开自家大门的志愿者 我并没有提供很多资金 不过为今晚提供了场地 我希望支持新的艺术家 活动接近尾声 可是人们还在屋内流连忘返 或者在后阳台上不舍离去 常常是交上了新朋友 这主要是社区建设 通过艺术创作来凝聚社区 打开人们的想象力 麦耶希望其他城市也会这样做 分享艺术创作 美国之音苏军华盛顿报道 流利播报